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空間中有三點 A B C 是三點 他問說這三點的話構成三角形的面積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就會得到 這兩個向量去外積 就是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再給它除以二就是三角形的面積 所以這二分之一 A B CLOSDOSA AC 取大小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AB等於多少 這個AB這個向量的話是等於多少 這個減這個是1 負1 這是負1 那AC的話是多少 等於1 一減的話是6 負2 一減的話是負1 4 那這樣AB CLOG AC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1 這個減這個 是1 減2 負1 然後是這個 負6 加1 所以是負5 所以是負5 還是負2 加6 4 那麼它的大小多少 大小 我向量的大小 就跟它多少 負1的平方 加負5的平方 加4 加4的平方 這樣等於多少 5 5 25 4 4 16 加1 這12 42 所以這是根號42 好 這給它處理2 所以這是二分多少 二分之根號42 所以三角型 ADC的面積是二分之根號42 所以三角型ADC的面積是二分之根號42